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种作战样式针对的是敌方重要目标 越来越受到各国的重视 现代战争中的特种作战到底特在哪里 为什么说莫斯科人质事件是反恐的经典案例 其中有多少反思 美军在猎杀本拉登过程中 展现了什么样的特战能力 其间又有多少秘密 现代战争中的特种作战 被赋予了哪些新的内容 新的含义 敬请关注阳南镇 夏宜东 卢勇 本期为您讲述神秘的特种作战之四 现代战争大显神威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特种作战 现在回过头来看还带有一定的探索的性质 还能摸索很多无论是作战计划 人员选拔作战的样式 它是个起步阶段 但是经过二战的洗礼 战后的特种作战有了更加广阔的舞台 而且它的地位是越来越凸显 特别是进入21世纪之后 世界各国都对特种作战的行动 日益的重视 特种作战的地位和作用 在整个的国家的战略行动中 它是提升 所以世界各国都有自己的一些 精锐的特种作战部队 你比如说像美国的海豹 这个三角洲 然后俄罗斯的金号棋 阿尔法都非常的有名 21世纪以后 特种部队面临着一个新的任务 那就是反恐 你像刚才说到的阿尔法部队 和这个什么新号棋部队 俄罗斯的特种部队 首先在国内的这个广大的范围内 对于这个民族分裂 对于这个恐怖分子 实施了一系列的反恐作战 这些反恐作战成功率也是很高的 你像这个莫斯科轴城厂的 那个格局院 实施了成功的营救任务 这个行动应该堪称是 反恐作战特种部队的 一个典型的案例 2002年10月23日 40多名恐怖分子 持枪闯莫斯科轴城厂文化工剧院 劫持了文化工内的 800多名演职人员和观众 恐怖分子要求俄罗斯军队撤出车陈 否则将枪杀所有的人质 炸毁文化工大楼 消息传出全球震惊 在信息公开透明的全媒体时代 这次人质解救行动 遇到了哪些新的难题 作为俄罗斯的最高决策者 素有震撼硬汉之称的普京 面临着哪些艰难的抉择 莫斯科人质事件 它凸现了现在恐怖主义行动的一个特点 就相当一部分恐怖主义行动 包括我们特众部队去最后 要粉碎恐怖主义分子的企图 都是在媒体之前 众悔悔之下进行的 这样给政府决策 给特众部队的行动 带来了很多的问题 就有可能你还没行动 恐怖主义分子就已经知道了你的目的了 会带来很大的难度 恐怖主义分子在莫斯科还有很多眼线 他的电视上怎么反应的 你的政府的部门的发言 讲话 他的一举一动 你政府的一举一动 都在恐怖主义分子的坚持之下 这个对莫斯科人来说 对于俄罗斯的特种作战部队来说 他这个实施反恐行动 难度非常大 更大的问题 两发152毫米的榴弹 就是爆破弹 这一 我不说别的炸药 就这一发弹 有效杀伤半径将近50米 杀伤半径将近50米 它这个隔禁院纵长才80米 就是纵深的比较大的隔禁院 80米长 那么它一个炸弹在中心里都给覆盖了 而且加上顶盖的 在封闭空间 造成的这个爆炸的爆空 抄压这么等等这个问题 可能里头就剩不了几个人 在这种危险下 决心非常的难下 一旦弄不好成了 就面对这种情况 这么严峻的局面 你敢不敢下决心 这是考验 去得成的最大的一个问题 那么莫斯科人质事件呢 在这一点上 我们说普京 还是体现了他的硬汉的本色 当时决心啊 非常明确 就是绝不妥协 谈判动武 两手准备 然后呢 立足武力营救 这就相当于给 这次人质事件 已经定了个基调了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 俄罗斯方面动作非常快的 实际上后来记者回忆起来说 人质事件发生的 当天他已经看到 有一群工人呢 已经在挖那个排污管道 暖气管道了 就是说 特种部队已经开始行动了 虽然上面还没有 最后定下去 已经说 答 我已经事件开始做好准备了 而且对现场进行了监控 因为当时那个现场指挥所 已经监控到了 有匪徒的帮凶在外面 通过手机 把部队的情况 通报给里面的匪徒 这样呢 肯定增加了 这个部队行动的难度 但是呢 正是因为 他提前开始准备 也可以把这种负面效应 消减到最低 普京决心之所以 下得这么快 一个首先是 他的这个 有教训 在耶利欣时代啊 车臣的分裂分子 就进行过人质绑架 就要求俄罗斯的部队 从车臣 车军 这个耶利欣就屈服了 为了人质的安全 那么这次 也就是大军院的 这个恐怖队分子的头目 巴勒耶夫 他也是同样的要求 所以 这对普京来说 战略底线是什么 是人质的安全 是战略底线 还是国家的政治力 是战略底线 他要给一个清楚的判断 那么对普京来说 这两者 我都要保 第一 首先是国家力 不能得到 根本性的破坏 你不能因为这个 人质的实现 损失我在车臣中的 整个的战略大旗 第二就是最大限度的保证 在剧院里面的人质的安全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他只有派出特种作战部队 受领此次突击任务的 是俄罗斯著名的特种部队 阿尔法和信号旗 恐怖分子杀气腾腾 人命关天 不容错失 久经考验的阿尔法和信号旗 如何保证人质的安全 危机处理 实不可待 特种部队 如何争分夺秒 进行模拟训练 这里面最大的难度是什么 就他那恐怖主义分子 他是跟任志士 均匀地参加在一起 犬牙交错 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 那么这是可能 以往绝大多数特种部队 没有碰到过现象 以前一般就单个的 单个人挟持 或者两到三个人挟持 好办 目标非常的明确 一定就叮嘱了 现在那么多恐怖主义分子在那里面 你一个人分配一个狙击兽 你都分配不过来 关键是那些黑寡妇 都分散地坐在人质中间 你要一动枪 他就随时可以按下这个按钮 关键是什么呢 他这个人一多以后 进不去 比方说这个时候 根据这个歌剧院的建筑 一个地下室可以通到 从舞台下面 乐池这么通进来 有这么一个事 那特种部队就准备 从这个地方 只要进到里头去 那么也是可以想办法的 你全在外面就转圈 你不行 而且电视一播呢 人家在休息室里面 就看到你外国 外面特种部队怎么在动 结果这个时候呢 这个媒体可是起了个作用 马上就在报道 说有一个渠道 有一个暗道 就是地下的那个通道 可以通到歌剧院里头 他就报道了 报道了 而且是实时报道 人家电视上一看见 通道里头布了那个炸弹了 轨迹装置一步上 结果那个部队一进来呢 那个渠道啪一下 牺牲了一些人 整个情况 这一下子就把这路堵了 但是我看比较好的俄罗斯当局 他决心比较坚定 就一直是不管你怎么说 我特种部队始终在推进 这么短的时间里面 他还进行了演练 制定了非常周密的预案 分成多个小组 各个小组都明确了各自的任务 既各自为战 又告诉他们怎么个相互配合 然后呢 整个一个作战是 多路相心攻击 就直接到剧院的人质所在地 这么一个部署呢 应该说是非常科学的 首先呢 把找到这个割剧院的 这个也就是摩斯科轴身场 割剧院的这个建筑图 然后把它的详细的分解 里面的结构是什么样的 所以最后找到了一条地下暗道 通过地下暗道 可以传到割剧院里面的座椅下面 也就是靠近这个走廊的 一排座椅下面 所以有两个队员呢 就从这个座椅下面 插了两个这个 针孔式的摄像头 这样可以能够 基本上能够发现 实时地判断 割剧院内部的情况 那么第二个就是呢 它就在另外一个割剧院 过去啊 苏联的建筑啊 大致啊都是雷同的 里面的结构啊 大同小异 所以用另外一个割剧院 作为一个模拟的一个装置 然后阿尔法的特种作业 在这里面 不分昼夜地进行演练 怎么样进去 怎么样进行射击 然后演练得非常的熟练 特种部队 是各国军事力量的 重要组成部分 特种部队执行的特种作战 由于任务的绝密性 历来神秘 而又充满传奇 这种作战样式 针对的是敌方重要目标 越来越受到各国的重视 现代战争中的特种作战 到底特在哪里 为什么说莫斯科人质事件 是反恐的经典案例 其中有多少反思 美军在猎杀本拉登过程中 展现了什么样的特战能力 其间又有多少秘密 现代战争中的特种作战 被赋予了哪些新的内容 新的含义 敬请关注阳南镇 夏宜东 卢勇 本期为您讲述 神秘的特种作战之四 现代战争 大显神威 莫斯科人质事件发生后 世界各大主流媒体 持续跟踪报道 人质的安全 劫匪的恐吓 政府的表现 百姓的呼吁 各方的反应 牵动世人关注的同时 也把特种部队 推上了众目睽睽的 风口浪尖 环境的错综复杂 任务的步步清新 俄罗斯的特种部队 将如何破解 突击行动中的 种种难题 营救人质行动 能否完美收官 这次莫斯科人质事件中 俄罗斯的作战方案 它是真实一个系统的 首先你要进行 它要有潜伏组 就想说我们首先潜伏进去 第二要有排 排爆 就是你能够尽量地 把他们在四周的 设置的一些炸弹 能给它排出去 另外一个爆破 就是它要从外部 然后精准地 把这个墙炸开 特战队员才能够货币 然后要精准地计算 这个墙的这个厚度 我应该使用 多少荡量的这个炸药 然后实施精准地爆破 你们能爆破之后 你这个墙炸了之后 你把人质也炸死了 那不是这个特种作战行动的 这个目的 最终它还是想出了一个 比较理想的方案 就是特种手榴弹 它就是使用 所谓的麻醉剂 就是按照 按照化学角度讲 就是暂时失能性 这个战剂 这个成分类似于呢 咱们手术的那个全麻的 那个芬太尼 这个芬太尼 就是经过了这个 西入以后 年末西入 它就逐渐地让人昏睡过去 因为这个事儿 在歌剧院里头呢 人质也好 是这个绑匪也好 基本上经过了这么长时间 也是疲惫不堪的 闹了那么几次 而且呢这个内线外线 他们的那些眼线呢 也在那里头传了 这么搞 搞得搞得 他们当然比那个歌剧院里 里面的观众 更为的这个紧张和疲劳 越紧张 他的这个疲劳也什么 在这种情况下 就放这个芬太尼 而且他实际选得很好 因为匪徒一开始以为 可能三点要行动 通常都三点行动 三点俄罗斯不动 到五点 五点呢 他像三点没用到五点 你紧张了两小时以后啊 本身就疲劳了 也放松警惕了 这个时候就突然采取行动 效果就出奇的好 再加上呢 你这个失能性的 这个药剂推进去以后啊 这个影响非常大 我估计啊 大象都能迷倒 这个里头啊 在科技上要采取什么 究竟这么大的一个空间 要多大的量 浓度要多少 就能使那个歹徒能睡着 这个确实啊 因为原先是没有先例的 只靠一些试验数据啊 那当量就是说呢 你很难估算 很难估算 所以在最后用的时候啊 可能就本着一种 宁可多一点 不能少一点的这种心理 既然弄了 那就要奏效 估计是弄得大 所以当时专家弄了两次 第一次把芬太尼氏的这个 麻地记啊 哎 吹进去了 吹进去之后 大部分人还是比较清醒的 这一看还是里面 活蹦乱跳的 好像不起作用啊 然后又第二次释放 释放了五分钟 这次释放之后啊 效果比较明显 剧院的大多数人质啊 包括这个恐怖注意分子 都是处于这种昏迷状态 但是那个巴拉耶夫啊 和他这个副手啊 不是掌管那个榴弹炮的吗 他们因为在外面 相对比这个剧院呢 还有一段距离 这个副手觉得 哎呀 这个情况不对啊 怎么都睡着了啊 这个很危险啊 正准备向这个 巴拉耶夫报告 在这个同时 然后突然一下子 枪爆炸了 特战队冲斥了 一枪把他们干掉了 所以从这个爆破声发出 到制服整个恐怖注意分子 用时只用了三分钟 10月26日凌晨7点 爆炸声和枪声沉寂下来 震惊全球的莫斯科人质事件 终于落下帷幕 俄罗斯官方宣布 绑匪头目巴拉耶夫被击毙 所有人质被解救 在这一事件中 有129名人质 和40名车臣武装人员死亡 如此高效的突击行动 为什么还有如此多的人质遇难 还有哪些方面的教训 值得反思呢 最后普京是高度评价这一次 人质救援行动 但是呢 外界的质疑也非常多 就是因为有一百多名的人质 在这次行动中 因为这个势能心的气体 救援不及 导致最终身亡 这里面呢 后来有人总结了 说你俄罗斯特农部队准备不出 为什么呢 说你既然使用这种气体了 那么你就应该给每个特种队员 特种队员带着防毒面具进去的 他们不会中毒 应该给他们每人准备几个真剂 进去呢 一边消灭匪徒呢 你一边就应该对中毒的人 马上进行施救 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呢 这说不定就是21世纪 最成功的人质救援行动了 当时俄罗斯当局为了保密起见呢 也没有跟医院说 我们要使用这个毒剂 也没有让医院准备相应的解毒剂 这样导致这些人质送到医院以后呢 也没办法得到及时的救援 是在这个过程中中毒身亡的 在这种黄金时间里面 它没有准备好 其实这一点是可以在事先 进行充足的保障的 当时就是不知道这个 所以我们看到 医院采取救援的方法 当代的战争啊 它不像以前 以前说我打得好就行了 当代的战争 越来越重复战争的收局 就我打完以后怎么去结尾 特种作战呢 它是一种特殊的作战行动 我们从莫斯科的人质事件里面 我们也应该看到 就是你不但要精心地去设计 整个行动的过程 你还要把善后的每一个环节考虑到 尽可能地把损失降低到最小的程度 这样才是一个真正成功的 特种作战行动 因为在当代的特种作战中 它处于一个全新的时代 这个全新的时代 第一个就是什么呀 它是一个全媒体的时代 它是一个细节化的时代 你的一举一动 都会暴露在大众的面前 所以你不可能说 我可以把我的失误隐藏一点 这不可能 所以你的任何一点失误都会被放大 有可能你这一点点失误 会影响你整个特种作战的 这种效果的评估 你让所有的努力 有可能附助动流 莫斯科人质事件 它特种部队整个作战过程 也是近乎在媒体下全过程的报道 那么与之可以相逼美 甚至有过之而不及的 就是美国方面执行的 这个列萨本拉登的特种作战行动 911之后 隐居了将近十年的基地组织头目 本拉登 最终没有逃过美军的追杀 美国情报部门 为了锁定本拉登的住处 前后用了数年的时间 最终找到本拉登 在巴基斯坦的藏身之处 那么这次精心准备的猎杀行动 展现了哪些现代特种作战的特点呢 这次列萨本拉登 完全是隐秘的一次行动 完成之后 才成为全球媒体的一个焦点 所以这次列萨本拉登 是在建立在传统意义上的 特种作战行动的一种现代版 它具有隐秘性 第二 本确性 第三 高级实性 但它的实质性呢 也体现了淋漓尽致 只不过这个实质性呢 它不是说 暴露给全球 暴露给全球的观众 而是给美国的最高决策层 就奥巴马 总统 副总统 国务卿 国家安全顾问 一帮人在白宫里面 看现场直播一样的看 相当于给他们进行了个专长的现场直播 看的这一次行动 从头到尾的每一个经过 这也是特种作战历史上的一次 首次的作战行动的现场直播 它动用了美国在全球的所有的侦查手段 这个查了这么多年 终于定了这个调子 当然呢 以美国的力量 它一旦通过种种情报的分析和梳理 能够确定本拉登就在这个房子里面 它完全都可以实施 占助行动 定点清除的 但这就带来一个问题 就是说最后特种作战的这个行动的效果 你难以评估 因为你一枚导弹过去以后全炸飞了 你可能DNA都检查不了 对这种情况下呢 派特种部队是最理想的 那么为了这一次行动 美国可以说十年某一件 这个十年最大的精力 放在本拉登行踪的确定上 这个是精心的长期的准备 所以对本拉登的定位 是搞了很多点 它动用了所有的 可以动用的一些的 侦察宿舍 从天上飞的 卫星 几三十多口卫星 然后侦察飞机 然后地面的特工的小组 当地的一些辅助人员等等 全部来侦察本拉登的这样的 这个藏身之地 找到他的藏身的可疑之地之后 又开始翻他的垃圾 是吧 进行仔细的分析 可以说做到了万无一失 911事件之后 本拉登曾多次成功逃脱 并销声匿迹 一度让美国情报部门 丢尽颜面 为了这次意在一击必杀的行动 美国情报机构苦苦经营了十年 为了确保万无一失 美军特意建造了一栋 与本拉登住所完全相同的建筑 反复进行作战演练 但是在实战过程中 还是出现了意外 那么各种部队 到底舒服了哪个至关重要的细节呢 具体的细节呢 也是 也是我觉得也是继承了 我们以往历史上成功的 特众作战的一些好的做法 比如说 本拉登的这个房子 完全也是按原样建起来 作为特众作战队员的训练场 也是对整个了如指掌 所以以至于到最后实施行动的时候 这个突击队员就发现 里面有几道门 对吧 哪走廊通向什么房间 甚至电灯的开关在哪里 都是了如智障 这一点呢也是相当重要 但最后呢 关键他们这个模拟训练的那个地方啊 地形 那个自然的地形 和本拉登这个地方呢 现地呢 有差异 比方说本拉登那个地方 基本上是高原了 高原的话呢 你看直升机来了以后 它本来的那个 这个就比较高 那个地形 直升机呢 你要是离开一定的高度 离开那个地面比较近的 它那个 这个高度呢 基本上是没有地效的悬停 直升机要离地面比较低呢 操纵性很难 再加上呢 它那个要过院墙 你看它 那个院里生了一个杆起来 生了杆 为了杆稳呢 它可能还有那些拉线什么的 这个呀 就是当时美军没有考虑到 美军不是按照 本拉登那个住所 建了一模一样的一个模型吗 但是没有建这个高墙 这个高墙它没有考虑到 它觉得 我主要是在这个院中所降 但是没想到 这个高墙和院子里面的 这个之间的这个关系啊 以及直升机产生的气流啊 形成了一个漩涡 是直升机在当时难以操控 所以一头栽下去 所以啊 就特种作战里面啊 这是细节决定成败 就如果本拉登警惕性更强 如果他的后续的应付手段 更加完备 比如说他下面就有个地道 能够直接通通通到比较远的地方去 那么这次行动能不能成功 还不好说 中国共产党掌握的第一支武装力量 到底是哪支部队 最初的领导人是谁 经历了怎样的血与火洗礼 红军到底有几架飞机 参加过什么战役 正式创建在哪个时期 红湖支配队跟海军有什么关系 第一个拥有海军番号的 是哪支部队 解读旧文背后的新闻 揭秘枪杆子成长的故事 为纪念中国共产党建党九十五周年 蒋武堂倾情推出 红色枪杆子秘文 敬请关注 这是根据猎杀本拉都事件 改变的一部影片 代号杰罗尼默 影片围绕海豹突击队 针对基地组织头目 本拉登的最后一集行动展开 全景式地展示了 猎杀本拉登的过程 最终以成功猎杀本拉登的结局告终 那么对于这次特种作战的目标 本拉登 美国方面制定的计划中 究竟是要求活捉 还是格杀呢 这个好像那个电影片子里头演的 就是他看到 本拉登是不是要反抗 什么的 实际上这个事情 特种部队的行动 有些关节点 那是绝对容不得你任何人闪失的 本拉登是要死的还是要活的 这个事肯定是先就定好了的 不是说你要反抗 我把你打了 所以后来啊 这个不 这次行动结束以后 媒体有一些讨论 有包括一些专家 有些分析 说实际上 美国方面有可能就早就定好了 就要死拉登 对 一定要死的 你要是捉了活的 回去 如果说宣布本拉登没死 被我们活捉了 那你看这个 那他麻烦大了 第一 你要审判他 是吧 怎么审判 是在美国审判 巴西坦说 你在我这抓的 是不是要引渡 沙特说 这是我沙特人 我要引渡 法力就分太多 第二 恐怖主义分子 又会掀起 新一年的全球的 这个恐怖主义浪潮 那本拉登还活着 他在美国 那么我们到美国去 那更麻烦 有的就最怕的 还不是到美国去 他就接二连三的 搞一些恐怖活动 要求你释放本拉登 这就坏了 这是烫手的三欲 所以特种作战行动里面 这目标的确定 非常的重要 你要什么结果 这个结果呢 可不能仅仅从军事上来 军事上来最成功的 就是活着本拉登 活着最好的 但是呢 要从战略上去考 战略上 政治上的高度 去确定你特种作战 这个行动的最终目标 政治决定军事 这个还是很重要 而且呢 人家还来一个 弄住以后 你看他这一系列 都考虑的特别重要 就是说最后的后效 一定要达到某个 他最理想的程度 从道着说 绝不能因为 本拉登活着 就是被抓了 又引起一系列的问题 更重要的是 这么多年 究竟本拉登 怎么把美国弄收拾的 这在美国来讲 是一个巨大的谜 当然现在 本拉登的所有的电脑 那些包括纸质材料 全部都拿掉了 这个是 他们一个很大的收获 一个死的本拉登 一个 留下来的所有的那些 可视可看的材料 这场震惊世界的 特种作战行动 仅仅持续了40分钟 美军没有人员伤亡 但是很多人并不知道 参加这次 特种作战行动的成员中 有一名特殊身份的队员 他不但可以 准确定位炸药装置 能够准确 侦测防内敌方人员的 数量和位置 还可以找到藏匿的恐怖分子 那么这位特殊的队员 究竟是谁呢 这里面很有意思 他整个特种作战队员里面呢 有一个非常特殊的队员 他不是人 是条特种作战的警犬 他干什么呢 他主要是用来防暴用的 他搜寻爆炸物 可以给这个特种作战队员呢 开辟道路 这个军犬呢 是海半六队的一个重要的成员 这个名字叫Kalo 他身穿防弹衣 头戴护目镜 然后口中还有牙套 耳中还有这个耳机 这个完全是特种队员的这个装备 我跟你说啊 他训练这个特种这个警犬的费用啊 他还真不亚于训练特种队员的费用 军犬呢 就不要说他这个军犬 一般的这个军犬 在他的所有的费用当中 他因为他有户口 有这个 他有正式的编制 他有正式编制 有档案 那么实际上呢 他所从出生到被选入这个过程 一直到训练培训这个过程 他所花费的费用 跟一个士兵的费用 只多不少 他所有的装备 要单独给他研制 包括他的口粮 口粮 你的单独给他配 你这个 而且还要专门搭一个人 而两个人在这个寻导员 还要去管他 这个花费是很高的 而且他还有军衔 你看海军陆战队的 很多的那个大嘴巴狗 美国的那个 他那个身上有个户套 上面就有军衔 而且他的这个 这个进入现役和退役 包括最后 比如说这个狗说明到了 死了 美军呢 他有一系列的仪式的 他真是把他作为 特种作战队员的 其中的一份子 并不因为他的身份特殊 而忽略他的作用 这种军犬呢 在特种作战中啊 他有非常独特的价值 因为首先 这个好的军犬 他的这个嗅觉 非常的灵敏 所以我们说 这一般的爆炸物啊 他能够闻得出来 第二 听觉意上的灵敏 第三 这个对主人非常忠诚 把一切行动听指挥 一次他如果说 你枪不后使的时候 他这个 这个短时间的这个冲刺 这个行动非常的凶猛 你说我不是说 我一枪打不准 说上 这个军权上 可能咬 就能把这个本拉登给咬住 这个在 一个小的空间里面 在一个特定的场合下 那么这个特殊的军权啊 应该作用是非常大的 中国共产党掌握的 第一支武装力量 到底是哪支部队 最初的领导人是谁 经历了怎样的血与火洗礼 红军到底有几架飞机 参加过什么战役 正式创建在哪个时期 红湖赤卫队跟海军有什么关系 第一个拥有海军番号的 是哪支部队 解读旧文背后的新闻 揭秘枪杆子成长的故事 为纪念中国共产党建党九十五周年 蒋武唐轻情推出 红色枪杆子密文 敬请关注 从一组事后公开的照片可以看到 在猎杀行动过程中 坐镇白宫的美国决策层表情各异 奥巴马一脸严肃盯着屏幕 一旁的国务卿希拉里 则用右手紧紧捂住嘴 副总统拜登紧皱眉头 如临大 此时 在地球另一端的美国海豹突击队员 将本拉登重弹的画面 通过卫星传回了白宫 奥巴马随即露出了如是重负的表情 这一切都要归功于美国特种作战部队的高度信息化 那么在这场行动中 美军使用了哪些先进的信息装备 为这次行动提供了可靠的保障 这里面我觉得有一点我们还要引起注意 就是这次行动公布之后 很多专家认为 说这意味着战争形态发生了一次新的改变 它又是一次质变 我想奥巴马他这个整个班子 在白宫里面看整个作战行动 绝对不是看热闹 这体现了几点 第一说明美国信息战 它的技术装备水平 已经达到了一个非常高的层次了 你看每个战士戴了那个头盔 实时地把图像传到万里之外的 红外热成像也是一 白宫 不管你现场什么情况 那边看的清清楚楚 第二呢 奥巴马他们 奥巴马 这个希拉里他们呢 并不是坐在那里看热闹 他是可以直接揭露到这次行动 虽然他好像是 我们按位置来看的 他好像是旁观者 因为第一线的直接指挥者毕竟不是他 但是一旦有需要 他是直接可以干预你这个行动的 就是一旦这个计划作战失败了之后 你比如说巴基斯坦军队出代了 是吧 那么你就需要和巴基斯坦当局要交涉 这就不是你前沿指挥官能够决定的了 你就需要动用外交资源 现在有人讲 就是说他这个整个的这个分队在前面的行动啊 是专门有这个 这个战士里面啊 这个这个兵里头有专门拍摄的 这个你看的图像是很稳定的 就除了那个头盔之外 还有专门采 头盔呢 他们看到的那个肯定是 也像这个一般录像是 周围有一个有编辑的 现实编辑的 但是根本的是一定要有那个摄像的 为什么呢 头上带着那个东西啊 人一动 那个图像是不稳定的 那就是谁都不行 所以说呢 在某种程度上 这个实时的获悉这个事 确实是在美国来说 这是当时就是顶级的了 这个信息保障 所以他令人震撼的就是 他不仅仅还是头像的这种实施传回 一不他在击毙本拿登之后 他马上采集本拿登的脸像 指纹 血样 然后 DNA分析 DNA分析 直接直接传回到 有的他这个数据库本目 然后分析 是不是本拿登 也就是一个冒牌货呢 冒牌货 最后你没有杀死本拿登 那这不作战行动不就失败了吗 然后 比对回来说 确实 那么这才能宣告 你的作战成功 所以这种实时的 在现场的实时的目标确认 在表现出 特种作战行动 已经跨越到了一个新时代 这次猎杀本拿登的行动 实际上是信息时代 在信息化条件下 特种作战的一个全景的展示 它体现了可不仅仅的海豹突击 对它的本身的作战能力 它体现了美军的信息化水平 对于战争的保障水平 整个在信息化时代 高层决策的这个模式 是一个全景的展示 所以有人说 这不仅仅是一次 猎杀本拿登的行动 也不仅仅是一次 特种作战的行动 它是美国人 向世人展现了 他们将在信息化条件下 如何来处理危机 如何来打下一场战争 中国共产党掌握的 第一支武装力量 到底是哪支部队 最初的领导人是谁 经历了怎样的血与火洗礼 红军到底有几架飞机 参加过什么战役 正式创建在哪个时期 红湖赤卫队跟海军 有什么关系 第一个拥有海军番号的 是哪支部队 解读旧文背后的新闻 揭秘枪杆子成长的故事 为纪念中国共产党 建党九十五周年 讲武堂倾情推出 红色枪杆子密文 敬请关注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 领土争端 民族矛盾等原因 引发的局部战争 武装冲突 恐怖活动连绵不断 诞生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 现代特种部队 扮演的角色和发挥的作用 也越来越引起世界的关注 伴随着战争形态的演变 和武器装备的发展 现代特种作战 又将展现哪些新的前景呢 现代特种作战 对于现代的特种部队 有了呢 可以说 有一个非常高的要求了 和原来是大不一样了 早期可能掌握一个冷兵器 匕首掌握一个热兵器枪械 对吧 大不了能发个爆 跳个伞 潜个水 现在你还要会使用信息化的武器装备 对 要求更高了 现在的特种作战呢 它已经不是单纯的一种小分队似的 它是一个系统化的一个作战 情报支持 信息分析 然后外交的支持 等方方面 实际上已经完全不是纯粹的军队的 整个国家机器 国家机器 在为这个 战能机器 对 在后面支撑的前面小小的几十个人的行动 所以当代 随着这个战争形态和作战样式的变化 世界各国都非常重视 对特种作战部队的建设和运用 就是建设的这个投资的力度越来越大 对它的武器装备的升级换代是越来越快 而对特种部队的使用的频率也是一加快 尤其现在反恐又成为世界一个很重要的这么一个使用武装力量的这么一个空间 在这种情况下 使用精锐的尽可能少的小的这个规模和兵力 来完成那些可能是关系到国家甚至世界的重大的这些战略的和这个大规模部队所解决不了的那种问题 就是我们说这个动静要小 但是呢 后效要大 是吧 要产生这种影响 所以现在目前呢 特种部队之所以受重视受建设 这个各种建设各种什么保障它 这个看来呢 未来也是一个非常大的趋势 当代随着未来战争的不断的发展 特种作战也将会有许多新的内容 它将会有许多新的特战装备出现 有许多新概念的武器 新的致命性的武器将会广泛的使用于特种作战部队之中 那么未来的特种作战部队也将会在权威领域里面展开 在陆海空信息网络吸引 同时未来的特种作战部队也是联合作战的一种重要的内容 和一个非常突出的组成部分 感谢观看